HBL高中籃球聯賽資格賽 下個月3號就要在台北登場了 幾支傳統禁旅剛好也被分在同組 也使得預賽門票的爭奪將會更加激烈 後從高中101學年度勇闖八強打響信念名號 上一季雖然無怨HBL八強 今年由資格賽打起 不過後中和強數 開難 全球分在同組 仍是來勢洶洶 資格賽分組名單全部出爐 其中第一組戰況預期會相當激烈 除了傳統禁旅三重 泰山 高院 還有曾在101學年度率領南湖 殺近四強的廖燕志教練 所帶領的東山高中 以及上一屆十年來首度晉級 HBL男子遺族決賽的苗栗高中 轉播單位也希望透過多達20場的 男女自組資格賽轉播 能夠讓HBL的熱力感染更多人 重要的是一個運動的精神 跟 我覺得那個部分 因為可以去做更多的highlight 就是可以把它更凸顯出來 讓更多的人去感受到 這個年輕朋友的熱情 對體育的熱情 對於這種所謂運動精神的執著跟追求 我覺得那個其實是我們希望能夠 透過我們的轉播而呈現出來的 HBL高中籃球聯賽 11月3號就要展開資格賽賽程 男女預賽也將在11月下旬開打 球迷除了可以踴躍進場看球 也能透過轉播欣賞最熱血的高中籃球聯賽 雲見TV 吳佳佑 張一騎台北報導